一个雨夜窗外的水滴在玻璃上汇成一条条细流 屋内炉火正旺 橘红色的光跳跃着映照着满屋的书卷气息 一对老友就为谋面重逢于此 桌上酒杯影板 两人坐在红炉旁 在红炉旁 眉目间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温厚 人生啊 她举杯笑着感叹 贫富也不过如此 能有这炉火 这几杯酒已是乐事 对方轻轻点头 其实对窗亭与人无语 梦里团然是我知 未经验起草获益 会拥有在远迟 最远归途和处迷 几丝温柔的笑意 是啊 有时候我想 平易好 至少此时此刻 心中清静 窗外的雨声 伴随着他们的对话 滴答作响 仿佛时间也在这雨夜中 变得温柔起来 彼此心照不宣 他们都知道 在这忙碌与纷繁之外 能如此对坐 听雨声入耳 才是内心真正的团圆 两人对望无言 你的思绪 却在这片宁静中 无限延展 外面的世界 似乎渐行渐远 唯有这炉火 与彼此的心声 诉说着 岁月流转中的不变 就在这时 一阵更急促的雨声 突然打破了 短暂的宁静 你听 一人抬头 看向窗外 眼中微闪 雨变大了 另一人 轻轻一笑 是啊 像极了那些年 我们一起走过的路 空气中 弥漫着一种 无法言喻的温暖 仿佛一切都已经 尘埃落定 彼此 都心甘情愿地 拥抱此刻的平静 然而 这片平静背后 藏着一段 他们从未提及的往事 正当 他俩在此对往时 炉火 忽然 剧烈跳动了一下 火光 映照出 他那双 泛然的眼睛 那目光里 有一种 难以察觉的不一 和飞尽的秘密 谁在遇遇 和谁 人生自古多 漂泊 岁月如烟过几时 对窗听语 你知道吗 他说 雨气忽然低沉 那年走失的人 不是别人 是我自己 雨生依旧 但心中的波澜 却再也无法平复 这世上 原来最遥远的路 是通往自己心中的路